很優秀 那我先很快的講一下今天的流程 今天的流程的話呢就是前面的地方呢 在20分以前我會來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今天的提案辦法 然後呢第二part呢 就是理論上 阿普華工作室的負責人吳建一 他是做了蠻多遊戲化的設計的一個設計師 然後呢 但他今天放我鳥了 對 很好 等一下我們會用 對 等一下我們會用視訊的方式 來跟他做一個簡單的talk 他應該要來告訴大家 會來跟大家分享說 有哪些活化的行動方案 就是我們在教育的這些教案 姑且是教育的行動方案 有哪些範例 或是有哪些形式來呈現 那當然我等一下也會先講一些 然後下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邀請到鍾奎 李鍾奎他是那個台博館的規劃師 然後他是這樣在文史工作上面 蠻多的這個經驗 那現場應該有一些朋友知道他 那他實際上有蠻豐富的知識 那歌轉型正義的關係是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呢 就是那些場景 也許在保存那些場景的過程 然後就可以做蠻良好的一些 轉型正義的一些行動 對 然後 然後 後面的話 這邊的話 是我們特別邀請到的 那個聚域的一個 那個 參與者 讓你在這邊 先跟大家聲一下 哈囉 好 那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今天上場活動叫黑客松 所以呢 我知道好像蠻多老師 蠻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 黑客松是什麼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黑客松大概會怎麼進行 然後有什麼樣的一些經驗 好 然後 等一下最重要是我們等一下會進行一個小圖討論 那這邊小圖討論 等一下怎麼進行 等一下看到就知道 我先來說明一個東西 就是比較重要 叫做提案辦法 當然桌子上面事實上有這個東西 有一個黑色的一本 我自己覺得還算精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如果我不想看那個 想要看我的話 也很好 我會感謝你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來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這個提案辦法呢 裡面事實上也有這個網址 或者是 大家有看那個 應該都有看到那個報名表 所以在那個報名表裡面 我有放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是一個HackMD的網址 對 現在從這裡開始 可能對很多人來講 就已經有點奇妙了 就是這是什麼 然後不重要 這個呢 就是一個網頁 然後我們 這個上面我們有放了一些 關於黑客松的 這場活動的一些介紹 這些 這些說這些東西 聽起來很 很複雜 我就簡單用一句話 來跟大家講 簡單來說 黑客松就是 希望找大家一起來幹一件事 這樣應該很簡單 那很多人想要找很多不一樣的人 那這一場呢 是轉型正義 我們希望 促轉會呢 希望就是 大家來設計一些 跟轉型正義有關的一些行動方案 當然是實現在教育現場 可能特別是針對中學學校校園的 但是如果在這個範圍以外的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所以不限你一定要是老師 你不是老師也沒關係 然後呢 大家提完這些提案 現在在提案的過程當中 你不用很具體 你只要有一些idea就可以了 然後那些 那個提案的內容 那些想法 報名了之後 我們會在 11月23號的這場黑客松活動 我們會辦一場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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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陰險戰兵在11月23號的禮拜六 我們會辦一場黑客松 這場黑客松的時候 我們會邀請非常多 就是通過領選的人來到這個這個活動 然後以及我們會去邀請一些工程師設計師 然後可能是就是文史工作者 藝文工作者等等各個領域的 所有的其他領域的人來協助大家 所以也許通過領選的會只有 我不知道也許五主十主我不知道 然後每一個提案的人可以在那個地方 再去找到夥伴 但今天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小小的一個練習 跟模擬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呢 以及現在的提案都是為了 10月23號的那一場黑客松活活動 OK 那我簡單的說一下 所以整個精神呢 我們回到一下 整個精神就是 可能很多老師 我自己有一些朋友 葉老師的朋友 他們在教學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問題說 比如說我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可以用一些其他方式來呈現 可是我不會寫網頁啊 那就覺得很困了 沒有關係 黑客松就是一個互相幫助的時候 互相幫助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 也許工程師他對教學生這件事情 並不再好 他不知道怎麼教學生 但工程師也可能很希望 可以為轉型生一起做一些事情 那老師呢 可能不知道怎麼寫程式 可是他很知道怎麼樣 教什麼樣東西 可以讓學生比較了解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活動 我們就是做一個媒合 所以黑客松其實就是一場 大型的人力仲介公司 我這樣講好像不太好 但是大概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場景 所以大家可以在那邊自己去找 你有idea可以去提案 然後你可以去找到你的夥伴 然後大家一起來完成某一件事情 OK 等一下容易會介紹的更詳細的 好 然後呢 這個報名的網頁 這個活動的網頁 大家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然後呢 我看一下為什麼不見 這邊 OK 然後在這裡呢 基本上提案非常的簡單 我先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網頁上面就可以提案了 提案的方式呢 我們開了一個表單 在這邊 等一下跑一下 好 這邊有一些簡單的說明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提案的方式非常的簡單 請大家看一下就是 進來只要填一些問題就好 填完問題 你就報名成功 是不是很容易 對不對 所以提案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大家不要很有壓力 你要一口氣提十個案子 我也不會主持你 我會歡迎你 我會感謝你好不好 所以你只要有想法就可以提 那提的問題的核心是什麼呢 事實上很簡單 我一個一個講給大家聽 一開始呢 你就給我們一個名字 你這個提案想要幹嘛 然後呢名字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呢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提案的類別呢 我們目前的分人四類 這裡有四類 四類第一類呢 是用影音的素材 然後第二類的話是 就是貧富司法不法案件 這個名字很艱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處長會目前已經公開了一些東西 包含貧富司法不法案件的一些相關資料 比如說決定書什麼什麼的 那邊有一些連結 等一下我會開給大家看 然後第三類的話 就是轉型正義工作的一些進行的過程 處長會過去做了很多的事情 然後做了就是像粉專上面有 包括關於譬如說政治檔案啊 或是一些政治暴力創傷心理療癒的一些檔案 大家都可以去看這些東西 用處長會的這些素材 來去做一些教育的行動方案 好 前三類基本上都是處長會公開 已經公開的資料 那第四類就是奇葩 簡單講就是這樣 就是目前你找得到所有的東西 有的人想要做國外的 像我聽到有一些朋友 想要做一些像國外 來用國外比如說納粹的那些東西 來做也OK 只要跟轉型正有關係就可以 所以這是這四類 好那我簡單的開幾個來看一下 這個為了證明說這個是真的可以看得到的 好像這邊呢 處長會公開的資料就在這邊 這邊有像第一類影音素材 我們隨便看一個就好 時間的關係我們就簡單的講一下 比如說像第一個這是一個影片 這是處長會 這是處長會 因為這是第一次 剛剛好像蠻想看的 那我就放一下好了 你可以從檔案中 看見自己曾經在幾年幾月幾日下午幾點 和誰在那邊被故事準備 你可以在檔案中 看見自己無極的來幸 你甚至可以在檔案中 看見自己的居家平面 這就是1980年代的校園監控 古兵年代起 政府以各種形式 對各大專院校試身 進行綿密監控 沒有包括求學 服役 就業等日常生活 80年代 請之機關 會強化對校園試身 與社團的照顧過 成立案件專案 在你身邊 聽你說什麼 看你做什麼 包括哪些人 叫你去不回 在這個機關裡面 好 這間的關係 我們就不要放完 好不好 因為我們剛剛稍微 稍微delay一點開始 所以我就給大家 稍微看一下 就是知道說有這些 這些都是移民的素材 事實上我覺得 拍得蠻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那些 也許可以用那些素材 就是 素材會做這些事情 那 素材會當然希望的事情 是讓更多人 可以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以及 可以用這些素材 進一步的去延伸 然後讓學生 或者是讓社會大眾 去看到這些東西 知道過去其實發生過這些事 我想這是最核心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 所以剛剛講的 剛好這四類 前三類就是 影音素材 然後第二類是 貧富司法部 OK 貧富司法部法案件 然後第三類的話就是 像剛剛講的 素权會的臉書 這個就是 有點偷懶 我們直接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素权會臉書 大家就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療癒時光機 就可以看到一些 政治暴力的這些東西 OK 好 這樣 OK 那前三類 那這邊我稍微跟 我們回到那個報名表 回到這個報名表 那跟大家說一下 你在選的時候 一定要選其中一類 那這邊給各位一個小小的提示 那大家很容易想 因為最容易想到 就是說其他 包山包海 好像很容易選其他 對不對 所以說大概可以想像 提案裡面 大概比較多是其他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優先選前三類的話 我想 應該提案的數量會比較少 所以通過連選的機會會比較高 對吧 很多老師都很會考試才對 因為這種是基本的考試技巧 有沒有 應該可以想像到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說大家可以盡量的話 也許去往前三類去發想 當然 我們千求有 對不對 所以盡量先想到 要怎麼提案 提什麼樣的內容 好 下一個的話呢 就是 你知道簡單的寫說 這個提案你設想的TA是誰 就是國中生還是高中生還是什麼 這樣子 就是很簡單 然後你想要針對是什麼樣的年齡層 或是他們什麼樣的背景 也許不一定是學生 什麼樣地區的 都可以 然後再來第四個的話 就是你想要讓這個提案 就是學習 對象學到什麼 這邊一樣簡述一下 然後第五個的話就是這個 提案的教學的方法 那這個教學方法稍微說多一點 就是你可以用各種的方式 不一定是老師上課 你可能可以用 就是有一些互動的方式 互動的遊戲 互動的網頁等等 我等一下示範幾個範例 但是我們不要講太多 因為那樣反而局限的各位想像 各位可以有很多很多各種的想像 那今天我也講了 黑客松的目的其實就是 召集各路英雄好漢 高手在民間 所以很多的強者 那如何貢獻出自己的專長 然後來互相的討論 然後互相的去創造一些有趣的東西 好然後最後再來第六個的話是 這個想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邊我們列了幾個 那其他大家也可以選一下 然後最後這個的話 是不是必選的 好這個的話是針對 跟108課綱有關的一些議題 融入的一些東西 那大家可以自己選 那下一頁的話呢 這邊我就不需要 下一頁的話只是一些基本資料 但在這邊我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件事情 基本資料呢 這邊有兩個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是 就是我們這些內容原則上 原則上我們會公開在這個網路上面 因為我們要符合黑客 從盡可能開放的一個精神 可以讓也許很多參與者 他不是當天可以到 但他可以在網路上面 線上提供意見的 那當然有一些老師 也許你會有一些考慎 你會有一些顧慮 你會有一些顧慮 會擔心說 學校或是什麼單位 或是你的名字被公開 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會提供選項 讓你不用被公開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就放心的填 那留下了所有的紀錄 留下了所有的資料 我們基本上都是作為 聯絡跟內部的使用 不會被外公開 OK 這邊先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轉型正義這個東西 大家每個人心中 可能不知道 也許還有一個小警鐘 所以我們擔心這件事情 我們盡量符合每一個人的需求 好不好 所以很簡單 流程就很簡單 其實你看 就填完這個表 然後填完你的基本資料 然後按下送出 你就報名成功了 是不是很好了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就會轉型正義 做一件很偉大的事呢 對不對很簡單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來努力做一下這件事情 OK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 就是我跟大家說明完這個內容之後 那就要請大家來試著 也許等一下分組討論的情況下 可以去 腦力激盪一下 然後各自找一些 你可以丟出一些想法 你也可以就是 還沒有想法聽大家的意見 然後你也可以跟大家講說 也許我沒有想法 但是我有什麼專長 每個人都有他的專長 來貢獻一下 那我很快的說一下這個提案辦法 就是各位手上的那一本 事實上你可以看什麼本 比較精美 那如果不要也可以看網頁這邊 這個提案辦法很快的直接講過去 就是 很快講過去就是 這邊第一個 先講了 這個提案其實就是 有些老師會問我這個問題說 是不是 如果我這個教委已經在寫了 我已經做了 那我還可以提案嗎 可以 OK 因為你提了之後 我們一樣可以再來 也許 在黑客送的過程當中 可以再強化它 或美化它 或精進 所以不管是已經提出了 或是還沒有提出 都可以 OK 只要填完這個提案保留表 就可以送出 好 但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提案的人 通過聯選之後 1 2 3那天 一定要可以 至少那個團隊 你們可以抱團的 你可以幾個人 一團都可以 那這邊我也附帶一提 我們 如果 注意 特別小心注意到 你會發現 我們沒有限制提案者 所以今天如果你覺得 我突然間還有想法 然後腦力機讓完之後 那個文思全勇 所以你瞬間想要伸出 你一個人要報十個案子 也是OK的 好不好 是OK的 或者是你們四個人 三個人的團隊 然後你們要報好幾個案子 也都OK的 OK 好 然後提案類別剛剛講的 要符合這些 然後時程呢 我們整個提案會到 11月15號 收到11月15號 下個禮拜五 其實超快的 對 下個禮拜五前 好然後呢 評選的項目呢 跟評審這邊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評選項目 我們主要從三個方向來評 創新性 互動性跟應用性 創新性指的是 這個提案的本身 它的應用的方式 是不是夠創新 白話對不對 然後 還有 我覺得有一個重點是 能不能盡可能跨領域整合 所謂跨領域整合 就是不只是老師可以做 而是很多人可以一起做的 然後互動性 就是它 它可能可以做到互動的一個部分 也許是體驗的 也許是什麼 然後第三個應用的話 這個是 可以重複利用 就是我這個家 不是只有我能夠帶 而是大家都可以用 很多人都可以使用 或者是它可以 有部分被抽取 被其他人在做使用 那最後一個呢 因為是初轉會活動 所以說呢 我們當然是盡可能 希望大家 盡可能使用初轉會的素材 所以說 如果使用初轉會素材 就會有一個加分 OK 那就是10%的一個加分 那評審的話呢 我們會請這四位 3加1的評審 第四位 我的男不知道是誰 對 初轉會的代表 OK 那前三位的話呢 第一個是Gilin V的 就是 長期在做跟 開放 有關的 Gilin V的共同發起的 這個科比 他會來評這個 創新性的部分 然後建議 對就是今天放了我的他 對 好 他會評互動性的部分 可惡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是那個 代曆山老師 他可以來評那個應用性的部分 好 那授權的部分 我這邊就特別說明一下 我們原則上都是CC 白4.0授權 我這邊簡單的說明一下 是140.0授權的意思是 原則上 這個東西是公開的 什麼人都可以使用它 但我也希望 我相信大家應該 如果是老師 應該都滿樂意這件事情的 如果是開放社群的朋友 就更不用說 我們盡可能希望 轉型正義的這些成果 我們盡可能是公主一次 讓更多人可以持續的去活化它 這也是這個計畫 整個最原始的一個初衷 我個人其實滿 佩服也滿 這個覺得初衷會做一件滿偉大的事情 就是 就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 目的其實 其實我們也知道 很難利用這個短短的時間內 我們就真的做出很厲害很厲害的交換 或是行動方案 但是也許我們就可以開啟一個可能性 或多個可能性 然後以後 就讓這件宗旨慢慢萌芽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偉大的事情 就是我們先做一個開始 然後搭建這個橋樑 搭建這個平台 好 以上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 比較重要的事情就是這個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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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補助 參加黑客人的時候 如果再做各位 如果有 不是在台北 新北的朋友 如果你通過臨選的話 我們會有交通補助 所以你可以免費來參加那樣活動 然後還有獎勵的方式 對這個我可以稍微說一下 第一個是如果通過臨選就好了 不一定最後會做出來 通過臨選的話 會有助轉會 頒布給你的感謝狀 國家感謝你 對不對 對對對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 在這個活動現場 在黑客人現場 可以得到各個領域的專業工作者 諮詢意見跟其極的幫助 就我剛剛講的 然後也 在這邊 沃草我們也 Promise 助轉會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會從裡面 盡可能 選一個最合適可以做成 互動式的一個網頁的提案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我等一下可以秀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範例 然後第四個的話呢 就是如果想跟處轉會委員聊聊天的 大家也可以 通過臨選的提案者 就可以跟處轉會 聊聊天 那委員聊天 聊聊天 可以跟他聊說 為什麼處轉 我們現在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還可以再做些什麼 這樣子 那這邊講到這邊 附帶一提 今天的活動不是走過草 在這邊 我只是一個擋箭牌而已 對不對 一個謊字而已 處轉會的委員 又來到現場 所以 對不對 他混集在人群之中 有些人可能知道 處轉會有 夥伴來到現場 所以 這個也是說明一件事情 大家的討論 如果等一下有任何對 官方有任何的意見 或是 質疑 懷疑 疑問 也可以歡迎提出來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回答 也許會 OK 好了 大家可以盡量提 好 以上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先給大家很快的一個 一個幾個問題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 說明提案 辦法可能需要一些 有沒有疑問 有沒有對這個 提案的可執行性 有涵蓋在評分的效果嗎 沒有 沒有 我們現在 今天 就是 idea 所以不會考量 這個提案 可能目前完成的狀態 不會 那只要是一個點子 對 就是一個點子就可以 我們主要是從 就我剛剛講的嘛 就是這個 因為可行性 坦白說 黑客中做得下去 就今天 這些都只是發想 都還在發想階段 黑客中之後 所以零選的時候 最主要的零選是 這個 這個我們在 工作會議的 在工作會議的時候 跟那個顧問 我們有邀請一些顧問 來討論的時候 有討論到這件事情 就是可行性 並不是現在當前 我們最急迫的事情 是我們希望的是 越多的點子發想出來 然後在黑客中的活動 現場的時候 我們再往下走下去 看到可行性 我們可以走到哪裡 這樣子 好不好 還有問題嗎 有沒有朋友 任何對於我剛剛講的 說明不夠清楚的 好 簡單說 我剛剛 我再濃縮一下 簡單說今天呢 我們的說明會 說明這個提案 很簡單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來提案 只要你對轉型正義有想法 不管那個想法 多完整 或不完整 都可以提案 OK 第二個 提案呢 只要提了就好 就完成提案 就完成報名 然後通過零選的提案 才會到我們下一個階段 10月23號的 黑客松活動現場 來去跟大家一起進行 進一步的 腦力集檔跟 創造 OK 好 然後第三步 第三個就是通過零選 然後在黑客松 我們盡可能的完成 它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我們最後一個階段 會來做成果的展示 在11月23號之後 我們 握草也會 目前就用現在的粉專 還有握草的粉專 我們也會去推廣這些 如果有做出成果的話 然後我們也會做一個 互動的網頁 還有一個主題的網頁 去呃 呃 製造這些成果 然後希望未來 它會持續的 呃 往下走 然後讓更多人 或更多的教育工作者 或更多的任何人 可以去實 使用它 或者是進一步的 呃 推廣它 OK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 哇 很好 我們 我 我看一下時間 好累 好 怎麼這樣 好 我很快的說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到 我等一下會跟 呃 這個這個建議就是 對我一直在罵他 他放我鳥可惡 我等一下會跟他做一個 原本的視訊 好 我希望他會理我 然後那個 呃 先給大家簡單的看一下 就是 我剛剛講到說 呃 有很多的形式 但我現在講的東西 希望大家不要局限在這個範圍裡面 而第一種形式就是 做錯做過的 你是戒嚴時代的誰 我想問一下 現場有人知道這個東西 不不不不 不知道的舉手好不好 不要因為這樣子就不舉手 對 你真的不知道 好太好了謝謝你 謝謝 好你是戒嚴時代的誰 就是很簡單 那個時候 我們在30週年 解驗30週年的時候 我們推出這個東西 就是 你是戒嚴時代的 我們就讓 這個是一個可以點的 就是一個網頁 然後你可以真的點進去玩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好 所以我們就說 假如回到那個時候 你是那個時候 學生 大家都說學生要幹嘛 要玩社團 我通常 這個時候都一定要讓大家示範一下 你在最前面 比較衰 麻煩幫我選一個 如果你是那個時候 學生 你說想要幹嘛 這麼不要命 這一定看就出事的吧 對不對 這個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這個不行不行 這樣不夠刺激 不夠刺激 我們選 來換一個 好好讀書 好好讀書 讀書嘛 對不對 你說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好好好讀書 還可以繼續 你以為逃過一關就沒事了嗎 不 生命是很脆弱的 好不好 來來來 下一個 再選 你就是一直 對 開始不聽不想 不做 對不對 好什麼都不做 就好像沒有事 來 去臭隔熱鬧 去臭隔熱鬧 好 去臭隔熱鬧 你就被抓了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推出來的時候 這個專案成果蠻好的事情是 歷久明星一直到現在 很多人在看 而且每一年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年都一直有人在看 然後我們看那個GA的時候 看那個流量的時候 想說奇怪 我們有沒有推不知道誰在看 很奇怪 然後我要跟各位說 去年的時候最有趣 去年的時候我們跟內部夥伴討論 去年的時候我們流量變超大 然後超大的時候 很有趣的事情是 很多人在走 很多人在看 然後我們去查那個 那個來源 就是地區的來源 各位知道嗎 去年的時候 來源最大的 將近70% 是哪一個地方的 你知道嗎 中國 中國 中國的人翻牆過來 看這些東西 好累喔 對不對 為什麼中國要看這些東西 因為對我們來講 這是過去式 對他們來講 這是現在進行式 所以很有趣 他們在看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後來還去查到說 有人在講到說 在類似他們 然後他們有天涯論壇 你們聽過嗎 天涯論壇 然後就有人在那邊講說 就有人貼這個連結 然後在那邊說 什麼現在就這樣子 什麼 他好像講一段 什麼 那個 因為裡面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類似說 不要出門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說 一個媽媽喔 他就說 如果是我小孩 就打斷他的腿 怎麼樣都不要讓他出門 因為出門就會被抓了 所以 對他們來講 就是一個現在進行式的東西 所以 歷久迷信喔 所以這個東西啊 我要跟各位說的事情是 像這個就是一個 行動的方式 就是它是一個很容易玩的東西 然後成本 就是進入的成本很低 門檻很低 你很容易就進來 然後你玩一玩以後 你就會突然間覺得毛骨悚來 我們最近甚至還看到 今年的時候還看到 那個因為返校的關係嘛 所以你知道 他最近又突然間變熱 然後你知道他轉到哪裡去嗎 很神奇 我在什麼地方看到他的 我在巴哈姆特看到他的 有沒有人知道巴哈姆特是什麼 巴哈姆特就是 他們在講那個手遊啊 遊戲啊 什麼的 然後有人煞尔騎士 把他貼到哪裡去 而且還很壞 還很壞什麼的 最近剛出了一個新的手遊 大家要不要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就有人點進去 然後點進去 然後下面那個留言 留了一排說 看到他太恐怖了 台灣過去怎麼會搞這種事情 因為各位知道 玩遊戲的很多那種 就是你知道 就是小確信嘛 所以大家也不管什麼轉型正義 所以我們竟然用這個東西 成功打入另外一個社群 那叫巴哈姆特神經病 對然後我們還去看了一下流量 很多來自巴哈姆特在紀念的時候 在返校之後 後來我們還一直往 我們就往短暫被打掛 被 應該可能是惡意的攻擊打掛 這很酷 好 另外一種形式 因為為什麼我們常常做 是一種新媒體的東西 新媒體的一個實驗 所以 也像 也可能有 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也做一個這個 為什麼他沒有跑出來 就是我們在更前一年的時候 在228的時候 也是70周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做了一個就是 互動地圖 其實是連結Google Map 所以在這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說 現在的那些地方在哪裡 好像有一點點 壞掉了 媽 媽媽媽媽媽 好 只是跑得比較慢 不好意思 OK 所以來到那邊 你就可以看到 那個時候 點進去你就會 隨著這個東西 好像在隨著當時的足跡一樣 去到那裡 大家可以自己用手機看一下 叫做查228的地圖 228地圖 就可以看到 228地圖 空格握場 大概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好這只是一些範例 OK 讓大家可以看一下 呃 工程師在 設計師在 也許我們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做 那這樣的東西就是 可以放在網路上面 可能很多的老師都可以拿去使用 那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例子 OK 那不要局限在這種地方 我們可以做各種事情 那像這就是一個 有設計 也有一些互動式的部分 好 那OK 好那我現在要來去做一件事情 我要去問一下建議的人在不在 好 好 哈囉 啊 哦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等一下,我剛剛有件事,我的手機摸,結果他斷掉了,然後我沒有,我剛剛電腦摸以後他現在是用手機摸 沒關係,你現在趕快全部人都在聽你講話 然後我剛剛已經講過很多次你的壞話了,我已經說你放流我這件事情 我現在秒數了,把我的藍牙耳機改成連接到我的手機摸的回向 好 有啊,未定的到,但你的畫面卡住,沒關係,你趕快說話吧 我剛剛講完我們的網頁,然後你可以跟我們說一下,遊戲化的部分,就是有哪些範例或者是哪些經驗 然後你覺得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我從一個我自己的脈絡來說,這種教育行動方案其實它的公正大概是四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然後就是自私的武器 所以其實一般的所有的各個各類的交換事情都會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其實還有三個面向是,第二個是連接情感 所以像觸電轉型正義的這種主題呢,其實你會發現很多其實都是私事的問題嘛 是人會不會改變到情感連接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這種就會形容發揮另一個場所的面向 然後第三個是深度的研究,就是很多東西我們可能只有淺誠地去理解它的很像歷史史事實的部分 可是它其實,如果你從某些社會結構啊,你從它的系統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可能有一些更深入的東西 所以就是有一些教案的設計其實是要讓人們有能力 或者是有興趣去做更所有的影響 那另外一個就是,換其行動和改變 就是說我們設計的某些內容可能 並不一定是希望它知道什麼 而是希望它做出什麼,就是有問題做出一些事情 所以從這四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有些的系統外的設計比較偏向是說 先讓人們有感的劇 然後再產生一些人制造的改變 舉例來講,像是說 比較偏向藝術系統的活動很多是綜合的出現 例如說,那個像是劍頭拍散啊 或者是舞台劇啊,戲劇啊 這種模式當然都是,很多時候會開始讓人們一同不遜 甚至沒有辦法直接理解說它的主題是什麼 可是當然它都會帶一些感官啊,視劇啊 甚至情緒的衝擊啊,激起這種感覺之後 激起這種感覺之後呢 然後可能也許後面它的劇情上出現後根解答 甚至它會有後根解答,讓人們自己會想到 所以像這種類型就是 以連結人們的情意感受為優先的做法 是從感受到認識的 那另外一種做法是,現在讓人們理解一件事情 它在想通了之後,它會產生一些感覺 但是這種做法很常用在一個很像 像是,網路上常看到藍人包啦 或者是,都有這種比較深度的遊戲形式 所以通常會像是,它有側評審 然後一些參與者 會先有一些策略的發展 然後用策略去看它的 就是,就是看它的策略能不能實行的成功 然後它會,這個系統會反饋它一些 一些訊息,然後這些訊息會帶它出一些信息 然後它會有些感受 所以這兩類,大概是比較常見的模式 然後上面講到四種的話 就是這種教育系統方案 它希望去創造效果的部分 所以那,後面我來講一些反例的話 例如說像是,之前有很知名的那個 遊戲,那個試圖出了反效 它就是屬於比較完整的故事情境 它就是有點像戲劇的形式 來讓大家感覺到那個氛圍 一種恐怖的感覺 那你會發現說,如果你把它的故事的這個 輕輕拿掉,就是 實際上它這個遊戲模式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 其他遊戲的感覺 所以它就是屬於那種 通過故事的內容 然後一個比較,可能人們願意嘗試的機制 來讓大家了解它想要傳達的訊息 那另外一種例子是說 而如果大概玩過一些桌遊 例如說,達夫翁阿瓦龍之類的話 這兩款其實都是很典型的 它就算把它的這個情景包裝拿掉 它是用它的那個機制 就是它怎麼玩,它怎麼互動 這件事情分身 它其實也傳遞出非常明確的訊息 例如說達夫翁傳遞的訊息是熔斷 所以它是英文明治人 那它比較熔斷的意思 你會發現它就算沒有任何 什麼鈔票啊、地名啊、包裝 這包裝反而換去 其實它就熔斷的意思是不會變的 但是阿瓦龍之類遊戲 它的核心是在說 不知道資料是選擇多少數人 如果操弄不知道資料是選擇多數人 有點就是那種搞破壞的感覺 那你會發現不管它是用抵抗組織的包裝 或是阿瓦龍之類遊戲都不影響 它傳遞這樣的訊息 就是透過遊戲的一個互動的模組 一個機制來傳遞訊息 那其實講更直白的例子 大家會發現說設計遊戲 或設計這樣的教學會不會很困難 其實它沒那麼困難的點是 我們其實已經聽過很多 就打二手回想要的例子其實都有重心 例如說一個蠻經典的例子 是那個 大家都聽過這個故事 就是爸爸要叫兄弟團結 他就拿筷子出來叫我們折斷 然後他一直折了三四根一型的筷子 他折斷之後 爸爸就趁機講說 這就像手的團結一樣 你們這個筷子聚在一起 就不容易被人家欺負 就會被折斷 他這就是屬於 你通過筷子象徵的兄弟 然後筷子聚在一起的強壯 它是他會捕捉到的領域性 所以這裡給大家一些方向的話 我會覺得說 可以試著去捕捉你生活中的某些經驗 他可能跟轉型這裡的主題 那些東西是你相似的 或是可以比喻的 所以你可以選出一種故事上的評語 例如說 你聽過的某個通話故事 或者是你看過的某個漫畫 那他可能跟轉型這裡的主題有關 那是這種故事上的評語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 那個互動故事上的評語 例如說你有經歷過做了什麼事情 很像是轉型這一種人工很經歷的事情 或者是想是在那個時代被人家做決策的一個方法 那這其實也是可以用來設計進遊戲裡面的 對 那而目前大概是這樣 就是東西可以幫我們抽開 有什麼假會形成 或者有大概會有問題嗎 好 OK 我先簡單的問一下好了 現場的朋友 建議先不要離開喔 現場朋友有沒有想要問建議什麼問題 或是問我 剛剛提到說遊戲化 我們這邊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遊戲化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趁他現在還在 他說他要回去工作 我們就不要讓他回去工作 有沒有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要問的 沒有的話我們就邀請下一位講者 那OK嗎 好 OK 好 我稍微總結一下好了 那個 你剛剛有提到遊戲化的部分 那我稍微去一個概念 是說 遊戲設計跟遊戲化設計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剛剛講的比較多是遊戲設計的部分 就是說 你要製作一個完整的 有傳遞訊息的遊戲的話 大概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四個功能 跟兩個途徑 但是你同性講到遊戲化的部分的話 這另外一個部分可以提到是說 遊戲化很多時候其實用來 鼓舞人們更投入一個領執 雖然本身不一定有一個完整的遊戲結構 當然等於是把遊戲的很多環節拆解在不同部分 例如說有些地方 你用來遊戲化技術會讓人沒有成就感 有些就是讓人更能感覺故事心境 有些就是讓人感覺很快的連結 所以遊戲化如果給大家一些提示的話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你生活中喜歡什麼東西 你哪些需要才會被滿足 那遊戲化在做就是 讓那些原本沒有滿足需要的事情 變得沒滿足這些需要 我幫他翻譯一下 一個最簡單 就是我今天其實有在跟他討論一個最簡單的 遊戲化的設計一個方式就是 今天你只要做好一件事情 你就會得到一個乖寶寶貼紙 這樣子也就是一種遊戲化對不對 對吧 對這個Saven還蠻會用的 對對對像Saven就擠點 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 好擠點 然後擠了很久以後 終於可以得到一個什麼東西 OK好 這樣子也是一種遊戲化的互動 遊戲化設計 所以其實遊戲化設計還蠻容易 去這樣子去聯想的 OK好 那我們就謝謝建議喔 OK好 謝謝建議 建議跟大家說一下 掰掰 掰掰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就回來 繼續我們的簡報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邀請下一位獎者是 鍾葵 那鍾葵他應該可以為我們帶來 非常多的豐富的文史方面知識 不過請容我先做一下他的簡報 還沒有輸入 鍾葵你先來一下 你先可以跟大家say個hello OK 好 這個 今天就是簡單的講解 不是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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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分享一下關於轉型正義 跟空間方面的議題 因為有所謂的法令已經出現了 所以有兩個目標 是大家可以用關鍵字 檢索到的一個叫做 威權象徵 有一個叫做不義義子 那今天當然沒有時間 我只有15分鐘 就是沒有辦法全部都案例 對對對 就很快速的跟大家 就是就我所知分享一些圖片 讓大家有一些圖像方面的印象 跟記憶這樣子 然後或許可以跟遊戲的設計 跟互動是有所關聯的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的就是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中正紀念堂 那其實中正紀念堂 這一個就是大家俗稱中正廟的 國定古蹟加上文化景觀等等 等文化資產要如何去評價 以及要如何去再詮釋跟處理 即便是都站在轉型正義的立場 也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見 那這個也是 臥草這幾年來都有在幫文化部也好 或是幫現在的執政黨的政府 有做了非常多的就是觀念的溝通 爬書 迎接等等的 像我們可以看到它固然是一個 在過去的白色恐怖威權時代 是一個偉人崇拜極權主義的象徵 但是它也歷經了非常多 民主化的社會歷程 還有很多歷史的痕跡和重要場景的發生 當然像這個時候是 它還沒有化在身份 所以可以去亂噴擊 那現在去噴擊什麼解散國大 就是反軍人干政 可能會被文化資產法處罰這樣子 但是即便是這樣 我們還是不能放棄說 對它的現況有所改變的一個努力 因為現在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就是裡面做的一個偉人 好像我們全台灣都還很崇拜大家一樣 那以及所有的 不管是城市形象的宣傳行銷 所有在台北市政府 就算是行巴克做的那個馬克杯上面 一定會有101故宮中正紀念堂 然後你的法國朋友就會問你說 哇 蔣東正是不是很偉大好棒棒這樣 那就是作為一個台灣人 或是就算你是中華民國人 都會覺得怪怪的 那這個是在不管是野百合 或者是後來的 到了野草莓的時代 那當然後來再更後來對於那種 集會遊行的訴求比較多 再更開放更加沒有那種 那種解嚴的視野區監控的介受路 也就是現在的凱道會發生 但是在此之前比較大的場域 就是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 中正廟前面的那一塊大的廣場 那其實在第一次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是有對這件事情有所反省的 不過當時自己 陳正廟總統自己也有非常多的 就是他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他請教育部長杜振盛想要做 組織變革跟改造這件事情 到後來就再一次輪替成國民黨執政之後 幾乎是全盤都抹殺了 就是他們之前其實有過想要去 先用原住民藝術家或是什麼 就是在空間上先軟化大家對他的那種疏殺 威嚴那種感覺在那邊放風箏放什麼 其實這沒有很久以前 不過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但功敗垂成 不曉得各位是不是還有印象 那可能連年輕的朋友 是第一次看到說其實以前就是 中正廟現在就是有人去波及 還會被衛兵架走這樣子 但是以前曾經有過這樣的光景 就是在第二任的 2008年的就是任期後 後來後半年有過這樣的事情 那現在有一個小小小的累積的進程 就是原本的大東執政變成自由廣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中華民國政府的這樣的體制架構下 即便是對於台灣主體性 有想要更加的認同 或是更加的去說不一樣的故事 都要歷經非常非常大的努力 然後才能做一點點小小的改變 但其實空間就是這樣 因為空間是客觀的 就是有這麼多不同的理念和國族認同的人 去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 那經過不斷的折衝跟協調到最後 我們好像過了幾年就是前進了五步 然後後退三步 但是好像還有前進兩步 現在大概是這樣的現況 那我們簡單講一下 其實中華建堂是一個太過於懸著的案例 但是有很多在城市中隱而未險的 包括在208的時候 曾經在台語車站前面有過聚會 那這個地方算不算是威權的遺址呢 或者是他們這些聚會的人 後來來到了現在的重慶南路 就是商務印術館的旁邊 像彰化銀行這邊 去以前專業局的支局 把裡面的支店長 還有他們的員工 叫出來毆打 或者是燒車子 文件等等的 這也都是 就是台北歷史發展過程的一些空間記憶 或者是這個是還沒有解嚴的時候 在龍山市 各位現在去龍山市看到很多觀光客 但是以前是會看到 像鎮南龍這樣的民族前輩 他們自己把自己 就是在裡面要去訴求一些民族改革的時候 然後外面都是白帽子的餡餅 或者是他出病的時候 也有詹音化的自分 那這個我們到現在都還有市長 就是沒有經過良好的教育 會說出一些不得體的話 其實我們台北都有非常多 就是可樂可切的故事 放到不管整個是 跟西藏相比也好 或者是東歐的 叫解脫那種前蘇聯的政權 其實台北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那這些歷史場景 當然我們現在在這邊很好 大家可以在這邊進行各式各樣的遊行 看那種光雕 聽歌唱 聽演唱會 聽演唱會 這個都是正向的 但是其實有一些事情 是應該被記住的 那不同的國家對於不同的 他們自己的歷史 會有不一樣的詮釋 或者是在 進行空間調整的手法 比方說最常拿來被比對 日本時代的總督府 那我們現在還在作為 中華民國總督府的使用 而且明年似乎還有很多人 想要進去上班 那在朝鮮總督府的案例 就是韓國呢 他們是 他們應該也有 因為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政治歷程 他們也有自己的軍人干政 以及後來的黨外 當了民選總統這樣的過程 所以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要被去除 所以日本時代變成是一個非常大的象徵 一個歷史的象徵 那他們對待總督府的方式 跟我們就非常不一樣 他們把它還原到禮朝的那種 傳統的就是漢文化的宮殿 那日本人蓋的這種近現代建築 是還不是那種半夜投拆 或是自己燒起來 它是經過那種宅歌宅舞的 然後當真結彩的 還用這種吊車的 然後還有噴煙火 那做什麼 就是讓大家知道非常明確的一個 我們要對付一個歷史的幽魂 日本帝國的軍國主義 然後我們把這些總督府 這個座位多端的這些構建 空間物質 作為一個情感投射的對象 拿去首爾附近的一個公園 放在這個是朝鮮總督府的 屍塊跟殘骸 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做法 我們看一下 這也是納粹 納粹在全德國 德國全境到處都有他們的移植 不管是在德勒斯登 在慕尼黑 在各式各樣的 尤其是柏林 那德國人他們的做法 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但並不是說我們要照著做 有很多人覺得 忠誠廟該不該拆 或者是說裡面的一個銅像 該怎麼辦 那我們看到德國人的做法是 即便以前是所有的黨衛軍 黨代表集會的地方 他們會把最具有納粹權威象徵的 那個象徵拔掉 然後讓它變成一般的建築物 這是一種他們 記住歷史教訓的方式 比方說慕尼黑的元首府 它現在是慕尼黑音樂學院 那在裡面上課的學生 他們做何感想 他們其實並不會被阻隔去認識 曾經當過元首府的這件事情 尤其希特勒還在這個地方 就是找莫索里尼來簽訂 他們的走心國的一些合約 具有非常大的歷史意義 那包括他們黨代表集會 大會的這種地方 他們也不是全部產品 他們把納粹的符號的logo拿掉之後 拿來當作就是一個運動場的大看台 那甚至有一些地方 他們拿來當作賽車場 就是轉換成其他用途 但是留下來那個硬體物質的痕跡 那有一種方法當然就是你全部去除 可是這是有一種哲學的說法 就是他們不相信人類的智慧 是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就會永遠記住歷史教訓 他們覺得人類基本上是愚蠢 所以曾經發生過這種把猶太人全部送到瓦斯 就是這種事情一定要有一些空間來做 做陳述 一定要去記憶 那也不能說把它全部就是回歸於零 那或許這可以給我們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其他 我們非常熟悉的 就是曾經中華民國的好朋友 那到現在還有全世界還有哪些國家 會把銅像放在就是大家都認識的地方 然後觀光客都會帶去看 包括金家的王朝 然後包括史達林 那當然東歐他們跟朝鮮採取的是不同的方式 他們會用一種很戲劇化的包 包括把它上吊 然後就把它拉倒 就是透過這樣的新聞事件 來做為新時代的民主政權的一個宣示 就是代表我們跟過去的這個時代告別 包括像過去布達佩斯 宣法利曾經會有這樣子一個這麼大的史達林 好幫我按下一張 謝謝 那他們現在並不是把它全部剷除 他留下一個腳在這邊 告訴你極權的統治者會過去 他的足跡會留下印記 但是他的頭在這邊 下一張 那甚至還有其他的做法 東歐有非常多的國家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台北非常優秀 和建國中學會採取的方式 就是他們知道說學校裡面 一進校門就是有那一尊銅像 但是他們每一年讓他變成不一樣的皮卡丘 哆啦A夢或什麼東西 那這個是 就是布達佩斯特 他把它變成一個黑武士 那也有像這種大西式的做法 就是把全國的史達林列寧 就是聚集在一起 讓你看到獨裁者的下場 就是不要讓所有的東西都沒有痕跡 這個是人辦的 藝術家 他是故意用醜化的方式 故意用一些挑戰那種 保守觀念的方式 就是告訴你說 現在好像尿尿很了不起對不對 其實史達林 他也是會跟樹迷一樣 在尿尿這樣 那就是妨礙風化 然後被警察關切一下 可是警察也很幽默 他就說那我們來把這個銅像抬走 這樣子 這個是各國面對曾經的威權移植的做法 有不同的表現手法的形式 那台灣因為一直都是有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 會有很強的衝突 這個是 這個是 看哪一邊好像得票比較多 他講話就比較大聲 所以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截然 這個是曾經在 謝長廷時代的高雄市政府 他們面對 他們以前也有一個像台北的中間 他們叫中正文化中心 那中文化中心裡面的這一尊 就是你走到中軸線的底端 也有一尊就是偽人坐在這個地方 他們就是半夜 他們還不敢光明正大才 還不像那些東歐國家把它變成一個儀式 不像朝鮮蔡總督府還會放煙火 他們一定知道說 藍營的議員會抗議 會有一些什麼行動聯盟之類的 他們就 就是趁著半夜 就是把它解體 切割之後 那當然這件事情就 引起了什麼 蔣家後代的不滿 什麼 我們到現在對蔣家後代還非常的好 還有人 改了姓詩變成蔣 就是為了選議員 之類的選議員 那這個東西 就被藝術家重組在大西 那這也是一種方法 這其實也是反映了台灣現況的國主狀態 就是我們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沒有辦法真的光明正大 去很正當的去處理 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但是也不能讓歷史完全停滯的狀態之下 你就是看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就做一點做一點 那其實我也是滿感慨的 一直到現在我 到基隆 到桃園 各位都知道這兩個地方是誰在執政 可是一出火車站 就是一個蔣東正還站在那邊 就是已經 已經到了現在 好 那另外一個 除了威權移植之外 不義 不義移植 剛剛是威權象徵 不義移植 這個很簡單的講解一下 這是還在處長會之前 就是 正義軍還在當立委的時候 他就是 像 貨家人權博物館的籌備處 那時候還沒有成立正式的管轍 他就建議說 就是有關於所擺設恐怖的紀念調查 實際的調查應該要有一個計畫 而且它應該是要供大家可以去不實的查詢 它並不是應該是數字高格的檔案 就是讓大家去慢慢的認識說 其實我們生活的 尤其是台灣 台灣的歷史這麼的複雜 有很多人覺得台灣沒意思 其實台灣歷史真的太精彩了 尤其是小小的一個城市 就可以歷經過非常多不同政權 留下來的痕跡 那最後總之呢 就是因為一些發爆的案件 所以最後就是有一些出版品的產生 然後有一些網站的一些成果 那這個是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可以去查詢的 不義移植的資料庫 真的去查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生活的地方 根本就是一個 完全就是一個白孔的地圖 那在沒有這一些資料 被公諸於是之前 其實對於文化資產的認識 都是斷裂的 我可以講得很白 就是我們不管是要保存什麼 清代的遺址 日本時代的近代建築什麼 我們的認知就是到那個地方結束了 因為其實台灣的文資保存時 也非常短暫 就是從有文資法以來 然後到了後來的 開始重視日本時代的資產 然後到後來 甚至日本時代的官社跟宿舍 都被保存 至今不過十幾二十年的歷史 就是從民進黨第一次在台北市執政 然後第一次入主中央 就是大家小時候的事情 就是90年代的後期 然後到了2000年以後 才開始對於 其實連日本時代的反省 都這麼晚才開始討論 到底總督府算不算是古蹟 那現在才開始看到戰後的東西 是不是應該被保存 這其實是滿自然的 就是這種空間物質性的保存 對於人類意識到場所 要不要流存這件事情 就連西方 也都是到了近二三十年 才開始討論說 納粹其實不只在德國裡面有移植 他們在波蘭 他們在捷克 有集中移 那是不是應該保存 所以後來甚至有些 變成世界遺產 那個是所謂的負面遺產 那其實這個不義移植 有點像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現在大家都是可以 在網站上面去搜尋 包括像保密局南鎖 各位有沒有人是東吳大學的校園 然後正好你選課修課 有機會在城中校區 其實他就在城南 台北的城南 因為他旁邊就是以前 日本時代的軍司令部 所以他後面呢 在日本時代就是 關押軍人犯行的一個監獄 到戰後沿用 變成所謂的保安司令部 那保安司令部 他後來有南鎖跟北鎖 因為在台北是 要關押的人太多了 這些關押都是 還沒有經過正式的審判 就是先幫你抓產 他就是現在這個停車場 所以有沒有到南區 感受到一股 陰風陣陣或是涼涼的感覺 等你看完這個網站 你會發現 走在全台灣都死 到處都死 我們根本就是 生活在一個白孔的地圖裡面 這是逛岩山夜市的時候 各位可能會覺得陰風陣陣 為什麼有一個叫做 先樂私樂 武廳 這個是保密局的北鎖 高砂鐵工廠是什麼呢 它是日本時代陸港姑家的產業 姑家他們 當時在分家產的時候 有一位姑尾夫 他比較早過失 那他的太太還是在臨前發誓 他絕不改嫁 所以才分到了這個 這個諸事會社德 就是他是擔任社長 那他兒子就是姑臉松 那結果這個地方在戰後 他其實只是找呂赫若去當他女兒的家庭教師而已 就這樣 然後這個鐵工廠就變成的是 就變成的是那個北鎖 就是等於是他自己家的產業 變成關押他的監獄 然後呢 那個監獄再到後來 又被當成是黨產 當作是一般的產業 還不是賣給民間 就是賣給所謂的黨國企業 各位知道王佑珍嗎 他就是在後來蠻久在當總統的時候 教他怎麼樣變賣國民黨黨產的一個 後來潛逃到國外 結果車禍死掉的一個黨國的紅頂商人 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在這邊開鮮樂食舞廳 他會在這邊開鮮樂食舞廳 有機會可以去找管仁劍的文章 是因為他最早在台北開所謂的軍中樂園生意不好 有沒有看那個 就是柳城特導演的金門的軍中樂園 其實在台北就有這種地方 所以他是歷經了多個時代多重不易的遺址 然後他現在是一個 就是一般大小頭站出來的夜市 小吃旁邊尋常的風景 然後這個舞廳的牌子 就是這一棟千萬年還拆掉 那我們講到北所的話 大家現在都知道說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臨下路的那個日本時代的北警察署 可是其實在日本時代的故事會比較常被叫 就是他為什麼在這樣設置一個北墅 然後跟附近的風化街區 文盟樓的關係等等的 甚至還有那種不是很專業的導覽 都市傳說說什麼 蔣衛水被關在裡面的水牢 有沒有聽過 蔣衛水過世的時候 這種房子還沒蓋好 他其實真正的故事是 他在帳戶當作刑警總隊 那像這種東西在指定文化資產 你看台北市文化局的 他為什麼會被變成古蹟的理由 是不會寫的 也不能怪台北市文化局 跟他們的文字委員 因為以前這些 這些是沒有人知道的 這些是有了文權館 人權館的籌備處之後 做的調查研究 才去把那些場景都點出來 原來這是在台北哪裡 這是在台北哪裡 那現在就是一個去接續到 以前我們對文化資產的認知 然後他之後發生什麼故事 才變成我們現在的樣子 他後來變成林下路的大同分局 然後被指定古蹟 然後在修復後 才變成現在的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大家也可以進去喝咖啡 然後像這個 現在是內湖國小 現在可能也是會有人擔心說 跟小學生講說 你以前 你現在上學的地方 以前曾經是一個短暫關押犯人 他們叫新生總隊 我們現在看新疆的事情 好像覺得距離我們很遙遠 其實以前全台灣到處都是這種地方 就是覺得你還有點問題 然後還沒有審判的時候 先把你帶來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你可能會有不同的命運 有可能去綠島 有可能去東北院士 有可能去什麼地方 有可能甚至就是到牢場盯了 他可以說是一個中繼站 那他現在就是一般的國小 那像這樣的場所 就是一個老師 最適合去跟在這裡面的學生講 那你說小學生聽得懂嗎 那就是有他們 能讓他們聽懂的方式 這其實就是靠各位老師如何去描述這個過程 不是為了嚇小孩 而是為了講歷史 那像這個是台北監獄 台北監獄 我們現在看到文化局 對他指定的理由 都是說拿清代的城牆石 日本人去蓋 扶住丁的監獄的圍牆 剩下這一小段 那這真的是蔣衛水有住過 所以你也會看到有一些 就是文獄資料 史料寫說什麼 蔣衛水 還是張超英的父親 什麼等等 他們在裡面 住到就是進出到非常頻繁 因為日本是明天到晚 把他們找去約談 他們都把這邊叫做大安 大安客廳或大安廚房 就是常常會 就在他們歡送他們進去之類的 可是在戰後 他就真的也是一個 白色恐怖的一個不義遺址 但這段歷史目前都在 還是沒有什麼人在討論 以及這種 完全被拆除 完全消失的 這個是在現在大道城的慈聖宮 我最近還看到議員去那邊講說 慈聖宮前面的廟宇的小吃多好吃 那當然這個是非常值得推廣的 台灣小吃 這是No.1 可是如果你在講好吃的東西 你講說背後 就是曾經有一個 這個是日本時代的一間醫院 這間醫院為什麼蓋得這麼漂亮 這個人他非常的喜歡台灣民俗歌謠 這人叫林青月 就是醫院的院長 然後他為了到處全台灣去收集歌謠 然後醫院經營不散 賣掉 抵押給第一銀行 第一銀行在日本時代叫台灣商工銀行 台灣商工銀行把它租給總督府 總督府讓他去當作杜聰明 當作醫局長的更生院 就是樂界鴉片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在戰後 因為是日本人日本時代的院區 結果就變成是日產 日產就被黨產接收 黨產接收的時候那個單位 是由陳誠當作主委 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單位 叫做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在幹嘛 他就是一直在發薪水 讓一大堆黨國大佬 定期在這個地方開會 開會討論什麼呢 討論我們光復大陸以後對於各省的 好 對不起時間有點短 那總之今天不細講 他後來就被第一銀行收回產權之後 拆掉了 現在這個空地 請不要按一下 這樣 各位如果去華山大草原 會看到有一個這個房子 他以前是犯人要到綠島之前 會在華山會運站這個地方轉車 好 那這是他歷史照片 那他有可能還會有什麼樣的去處 東北院是日本時代的一間大廟 就是警備總部也把它稱為大廟 現在是大家去看電影的獅子 臺灣省生產教育室 對不起我時間到了 那就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有很多從日本時代疊加歷史 到戰後的文化資產 包括空軍總司令部 包括這個是日本時代一間會社長的住宅 高橋主席座的住宅 戰後是特務林頂戶 林頂立半山 然後他後來變成是調查局的前身 保密局的本部 然後以及現在 十字十號公園的 這一個抽水站 他是被槍決之後的犯人 送到這個地方極樂殯儀館 以及 好這張一定要讓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人知道這張照片 這邊有個小朋友是誰 這個是吳怡龍 他說 上級去訪軍人干政 經過哪裡 後面是萊萊大飯店 那個時候叫做萊萊大飯店 他的位置其實就是以前的軍法局 那還有這種特別的不義遺址 他就是跟一般的民宅租借空間 當作什麼 這環境比較好對不對 什麼叫天牢 相較於地牢 就是關於一般的犯人 這個是所謂的皇清國氣 或者是真的是政府官員 結果自己被人舉報 然後自己被人 就是或者是有犯法等等的 然後先到這個地方 過比較好的生活 所以他叫做天牢 這個在南侃 那今天先跟大家分享 今天不好意思 謝謝 非常謝謝鍾奎 基本上非常的 內容非常的多 那我簡單說一下 因為事實上那個 剛剛鍾奎實際上講了非常多的文資的東西 那實際大家可以發現 我覺得剛剛鍾奎講了一句啊 就是 台灣基本上幾乎 大家幾乎都生活在一個白孔的地圖裡面 我覺得這其實就還蠻特別的 像剛剛講到古今對照 那個磁聖後面是什麼 這種其實就還蠻適合 可以去設計一些互動 或者是一些 也許你剛剛那個一個街景 然後翻牌過來 就是古時候是什麼 這也許就是一個設計 我這邊提供一個 剛剛鍾奎前面講了很多 那個中正經驗研究那部分 我們之前在做文化部的 那個中正經驗研究轉型的社會討論的時候 事實上有一個人提 有人也是一個老師 我記得沒有錯 他應該也是一個老師 他提了一個很有趣的idea 他就是說 他都會找學生去做什麼 就是去那個中正經驗研究參觀 然後參觀完了之後 就請學生們先話說 你認為中正經驗研究長怎樣 大家就可以畫 什麼那個琉璃瓦很漂亮 什麼什麼的 畫了一大堆 然後接下來他就會 過了一個禮拜 或是下一次課 他可能會帶學生再去參觀 比如說金美人學員區或是什麼 就讓大家去了解 蔣介石做什麼 然後接下來就再讓大家畫中正經驗研 你想像中正經驗研究 然後學生開始畫就會畫得很不一樣 就會 本來有人本來是把蔣中正的同鄉畫得很 富麗堂 有人就開始對蔣中正的同鄉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所以這也許就是一個很簡單 用這樣的畫作方式 讓學生做這樣畫作方式 這樣就可以去讓學生改變他原本的想法 這也是一個也可以是一個行動方案 也可以是 所以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大家可以從中葵剛剛講的這些內容裡面 可以去擷取說 也許可以怎麼樣來去做一些 轉型正義的一些行動方案的一些實驗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們再邀請下一位講者 讓你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接下來就是 大家好 我叫Ronnie Wong 我是均勵必定義政府的參與者 我在均勵必定義政府 黑客的時候 我幾乎只有缺席過一次 目前已經三個幾個黑客送了 那我很喜歡均勻VG的黑客送 所以 參加也蠻鼓勵大家 如果智慧有空的話 也可以參加 下一次黑客送在12月21號在唐南 好 那麼 先講一下什麼是黑客送 那要講什麼是黑客送之前 先講什麼是黑客 那其實最早 黑客跟駭客 其實都是從英文的黑客來的 那最早在講這次的時候 有人講到 這些人很會破解啊 很會去入侵之類的 但是後來慢慢的 那個意思就轉變 就是黑客後來是說 對於電腦 對於程式領域 或對於資訊領域 或對於資訊領域很熟悉的人 他不一定會做任何壞事 但是他可能就是說 他非常技術高超 所以他可能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那後來慢慢又再有衍生了 所以假如是做壞事的話 就被叫做cracker 所以hacker後來這個詞 就沒有那種負面的意思 它是很正面的 那後來這個詞又再更被衍生成 就不只是資訊領域 不只是程式領域 他可能在任何領域都可能有hacker 像可能有法律的hacker 這個很了解法律 很知道說要怎麼從法律裡面 什麼狀態法律在哪裡 或是很關鍵在哪裡 或是有什麼生活hacker 就是很懂得去破解自己的生活 用很奇妙的方法 然後過一個很有趣的生活 所以hacker這個詞 就是後來就意思越來越廣泛 那麼hacker松是什麼呢 hacker松它其實是一個組合字 它是由hacker跟馬爾松合起來的 叫hacker松 那麼它本來是在美國那邊 就是由一些城市開發 或一些資訊相關的社群 所組的一個活動 那它就是一個說 把大家關在一起 關個一天或三天之類 然後大家一起在這段時間內 拚一個東西出來 那這個hacker松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你不需要事先準備 而且你只要花這一天或三天就好了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 它可能是一種而外休閒活動 因為我就是說 我只要這一天或這三天做 我之前不用花很多 做很多功課之類的 那它就是 而且時間到了 節暗 那可能就這個活動就結束 那也沒有什麼後續要管理的 所以就是一個 把自己放空 然後也不能放空 就真的就是 把自己放專心在一個地方做 然後做完這幾天就好了 那所以其實 後來也不只是在城市 後來很多像遊戲界也有 遊戲界也會有 就是說 大家三天 花三天的時間 我們合力從零開始做個遊戲出來 然後看這三天大家做出來的遊戲 誰做得比較好玩之類的 那所以其實黑客松的種類有非常多 像剛剛講的天數 有可能有一天的 有可能有三天的 就是可能包含過夜的 兩天的 那麼也可能有的是有競賽的 就是它最後會有一個評選說 欸誰是得地名 但也有的可能沒有競賽 就是只是說 大家來這個地方 想要做一些事情做做看 那麼並沒有想要評誰比較好 大家都做得很好 那或者是組隊方式其實也有不同的屬性 像是說 有的可能是 你事先就組好隊 然後去參加 那有的是 你也不用組任何隊 甚至你也不一定要想把 你就到那個地方 找志同道合的人 或是找 就是有興趣的題目 然後去參加 所以不一定說 一開始要組任何隊 那題目的話 有的就是說 它可能會給很寬的 就是說 像G01V的黑客松 就是只要是跟開放政府 跟公民科技有關的 其實都可以來提 那麼可能有的 公司企業 可能會有一些 他們自己的企業的黑客松 那麼就是說 主要主題可能會限縮在說 要用他們企業的資料 像匹克邦啊104 都有曾經辦過 就是用匹克邦的資料 或用104的資料 然後來想辦法發想案例的黑客松 所以題目的話 可能會依照黑客松的種類而不同 那麼我自己因為最熟悉的是 就是G01V黑客松 那所以我這邊 例子 就黑客松的例子 我可能會以G01V著重比較多 那麼G01V黑客松的特性 它是個單日黑客松 就是它只有一天 大家早上九點鐘報到 然後到下午五點鐘結案 然後提案是 就是大家自行提案 就是有的黑客松 有的黑客松它是有給題目的 就是明確題目 讓大家來做 但我覺得那已經有點 比較沒有那麼黑客松 那比較有點真的是在 就是有點像是城市競賽 或有點像是專案競賽之類的 那G01V黑客松就是 完全是由大家來提案 然後就是 大家在參加黑客松前 都可以去填說 你有什麼idea想要提 然後你可以來提案 然後會有三分鐘的時間 來分享你的提案內容 然後G01V黑客松是現場組隊的 就是說 有人提案 你覺得他這個提案不錯 你就可以跟他說 我願意去幫助你 那就可以跟他組成一對 然後G01V黑客松是不會競賽 就是最後不會做任何評選 說誰是第一誰是第二 就是其實大家都是有成果 然後以及G01V黑客松是固定兩個月一次 所以到現在已經是到第三十五 還是第三十六次 已經七年了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用一個我2013年的一個提案 就是我在G01V中提案的意 這個專案叫做新聞小幫手 誒 有人用過新聞小幫手 我來請問一下 好 那這邊我就直接就是重現當初 2013年的時候 我在G01V的提案的方法 好 一二三開始 好 大家好 我是Ronnie Wang 那我今天的提案內容是新聞小幫手 那為什麼我想做這東西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多台灣的媒體亂象 那我認為媒體亂象可能有分幾個面向 第一個是公民健忘症 第二個是新聞錯誤 第三個是立場偏迫 那我們應該要把它各個擊破 那G01V其實有很多專案想要各個擊破這些問題 像是擊破公民健忘症有政治 社會議題追蹤 NewsWave 腿新聞 然後新聞小幫手 我實際上要拿來解決就是新聞錯誤問題 那舉個例子 我前幾天在代理人那個導演的臉書上面 看到就是他分享這個新聞 說那個月球發現韓國古文明 NASA刻意明白 然後這個很多人轉眼 但是其實稍微Google一下就可以打 就可以打臉這個新聞 第一個是為什麼這次奇怪 什麼大陸新聞中心 然後再來是你Google他會發現 2007年就已經被證實網路遙遠 而且就是這個新聞已經被刪掉 可是問題是說 雖然新聞被刪掉 覆水難收 就已經一千兩百多人按讚 而且其實按讚數還持續在上升 然後有一百多人分享 那我要怎麼讓這些看過的人 知道他這個新聞是錯的呢 而且就算那個一定不會把新聞刪掉 好像也於事無故 那所以我想要提案 就是新聞小動作來解決一個問題 那麼提案的第一個方法是說 我們可能可以直接在Facebook上面 跳出一個警告說 新聞小動作提醒你這個新聞被人家 回報錯誤新聞 那希望這樣大家看到後 就不會再按讚按整天 或者是說如果大家 不是從Facebook 而是直接到新聞頁的時候 在新聞頁的最下面跳出來說 這個新聞被人家回報有錯誤 然後或者是說用事後通知 因為有時候可能回報是事後 可能三天後才被人回報 那這三天看到了怎麼辦 那如果我們能夠像那個 NSN NSN 像那個就是那種 集團員跳出來說 欸你昨天看那個東西 剛被人家回報是有錯的 那或許這個人按讚 他就可以取消 按讚取消他的分享 那或許還可以再加上 回報NCE這些功能 那今天這個提案 我主要需要人力 可能就是有程式的人力 就是來幫忙做API Server 然後回報頁面 或是瀏覽器套件 然後可能需要設計人力來幫忙設計 然後以及需要可能文案的人 你也幫忙去想這些文字要怎麼設計 好謝謝大家 好所以 這是2013年的時候 當初我提案的三分鐘提案 的內容大概就像這樣子 然後 那提案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說 你想要解決什麼 你看到什麼問題 你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你想用什麼樣的方法解決 然後以及你想要找到什麼樣的人來幫忙 然後最好是你中間有一個想法 比如你想要有什麼樣的方法 有比較完整的示意圖 就像這樣子一個示意圖 雖然很簡單 這個示意圖很簡單是用PowerPoint也做的 但是可能就可以幫助人家知道 所以你這個網頁是要怎麼解決的 那你拿到這幾個重點的話 你就比較容易找到夥伴 那像那一次2013年那時候 就是有好幾個人 有六七個人都過來說 覺得這題案很有意思 然後很想幫忙 有程式設計師的 然後確實也有新聞工作者 那後來大家就開始討論一下 問一下說 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熟悉什麼技能 然後再設定一下今天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開始分工 然後就開始hacking了 那麼在這個hacking的過程中呢 到時間快到時 因為距離別客中是下午5點鐘 會有一個成果報告 那所以就會開始要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收尾 今天要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趕快就是把這個尾巴弄出來 然後最好是兩個雛形出來 因為只有一天的hacking中 不可能做出成品出來 除非那是超強的團隊 但是至少可以有個雛形出來 然後這雛形可以幫助大家來想像說 這東西真的是可行的 那之後大家如果願意的話 可能會願意繼續把它做下去 所以像當初新聞想像中 在2013年那一天的時候 最後呢 我們有做出一個雛形 但是因為一天的時間 不太可能連回報系統啊 各自上都做到 所以那天做出來的雛形是 就是那個瀏覽新聞要不要做好啊 但是他只會針對 就是當新聞有五噸義三個字的時候 會跳出這次問影新聞 對 但是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瀏覽到這個新聞 他就會跳出來 所以就讓大家知道 這個東西是可以做的 那所以後來在一個禮拜後 就是新聞想像中就變這個樣子 就是開始有人覺得 這個東西很有意思 所以幫忙去設計 設計就是介面 然後設計 然後設計 回報介面完成了 然後設計成表的那種設計感 配色 然後也有人幫忙設計icon 然後後來的通知功能也做出來 那麼可能需要注意一個就是 參加黑客松的時候要注意授權 那所以我蠻高興就是這次的 短信黑客松其實是有CC BY 4.0的授權方式 因為其實如果你今天參加的是 商業公司的黑客松 如果你沒注意授權 有可能你做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那個企業 最後都變企業的智慧產權 然後反而說你自己之後想要用 還不一定能用 你之後用可能還會被企業告之類的 所以就是要參加黑客松的時候 是耐好的注意就是授權 那像G0B黑客松 要求的都是要開放授權的 那這也是幫助說 如果今天這個專案 沒辦法圍運了 那其他人還可以接手來圍運 或是大家可以從這個專案來發想 來做不一樣的專案出來 就是可以繼續沿用裡面的一些工具 所以像是另外一個也是跟我有關的案例 就是那個開放政治獻金 那這個是某一次G0B黑客松的時候 有NGO去監察院訂的那個 有六個立委 國民黨立委跟馬英九總統的政治獻金專戶 他的政治獻金專會會計資料 那政治獻金專會會計資料 那政治獻金專會會計資料 每一張檔長得像這樣子 一張圖 比如說這個人他是什麼樣的收入 什麼樣的支出 然後是誰捐錢的 然後花多少錢之類的 然後這樣子 他那時候印了三千多張這樣的紙 然後他把它用那個印表機 那種掃描器把它掃描成 就是三千多張圖檔的一個隨身碟 他就帶到那個去聯絡現場 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NGO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就問現場呢怎麼辦 那後來現場就很多 黑客人就是copy一下這檔案後 然後大家也在討論怎麼做 但是那一天還沒有做出來的東西 但是後來我那時候我就跑去研究說 就是因為有人想要拿去做OCR 就是去做影像分析 影像辨識把它還原回來原來的資料 但是其實影像辨識沒有很準確 因為有的字其實字體很小 或加上它有浮血印 然後那個時候影像辨識還蠻弱的 所以後來我那時候 我想到一個做法 就是說我去研究 怎麼樣去把這個線條切開來 一個一個切開來 把一個格子一個格子抓出來 那這個其實相對是穩定簡單的 就是這個技術比較準確 所以我那樣做後 我後來就把它變成一格一格後 然後我後來我在兩個月後的黑客人 我就把我這個成果 就是已經被切成一格一格成果 我把它叫做切豆腐 就把這些豆腐帶去 說我現在把這個紙都切成這個豆腐 那有沒有人願意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把它做成一個 有點像是那個輸入Google驗證碼一樣 就是你會隨機就跳出來一個格子 然後你只要輸入那個格子就好了 那麼我們假如要把這個東西還原回數位的話 可能你要找一個人一直打第一次打一次 他是很累的 但是如果一次給他一個 他只要打一格就好了 那其實這是一個相對簡單的動作 所以後來做成這個網站出來後 然後那時候就丟到PV上面 丟到八卦板上面去 結果那個時候三千多張紙 然後二十萬格 一個晚上就全部打完了 然後大家鄉民們打得欲罷不能 後來就是過了一個禮拜後 就是所有的平均被打 每個平均被打五次 所以後來就有的人可能不小心第一次打錯 但是那個 後來我們只要拿那個五次輸入中 那個最多人輸入的那個答案 就可以拿到那個答案 所以就算打錯了沒有關係 所以後來我們還原回去的資料 其實很多部分跟會計那個總和資料 加起來是完全就是一分不差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在GPAC中做到的一個案例 然後而且這個因為是有開放授權 然後所以其實後來也有其他專案 也引用了像這樣的做法 所以後來也有一個專案是他們得到的那個 他有一個1980年的一個牧師 他在那個台灣傳教的時候 然後他為了要傳教 他做了一本阿美語跟英語的一個對照字典 然後後來那個牧師的那個 那個牧師的後代還是有一個 還是有一個教會 我忘了他們就是擁有那個字典的版權 他們說他願意把這個字典 這個字典的數 就是影像檔開放授權讓它自由使用 所以後來就有另外一個專案叫做阿美語萌典 那他們也用了類似這樣的方法 他們就是用叫做切豆條 因為他們就把那個字典 就給一條一條切開來 然後讓鄉民們一次只要打一排就好了 所以後來也是一樣鄉民們 就是幫忙就把這個原來只有影像的字典 變成數位化的字典出來 所以現在阿美語萌典 大家其實可以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 萌是那個很萌那個萌 那裡面就可以找到阿美語的一些範圍 那其實黑客松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設計 程式設計師 所以其實我剛剛講的兩個案例 都比較偏程式設計 但是黑客松並不僅限於 就是程式設計 其實也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種類 像有資料收集的 像是可能 大家覺得這個議題很重要 很難讓大家知道 那可能會去收集一下資料 像是有一次黑客松是有韓國人 有日本人有來參與的 那後來就有一位女性就提案說 想要收集亞洲的女權發展歷史 然後就剛好如果現場有一些日本人 韓國人知道的話 他們就可以幫忙來解像他們的一些 重要女權發展歷史的那個故事 那這個也不需要承認設計 他們就是開一個Google試算表 然後搭載Google試算表 跟用共筆的方法把它做出來 或是有些議題研究 就是有些議題可能很大 然後但是那個 那個光是想要做議題懶人包 或者是把議題拆解出來 可能也是一個一天黑客松 做的就很難 一天黑客松 就可能就要做這件事情 或是也有美術設計相關的提案 例如說像之前也有人提案說 那個 Emoji 就是那種表情符號 我們能不能設計一些表情符號 就是有台灣特色 例如說珍珠奶茶 滷肉飯之類的 然後我們再把它送到那個 國際的那個 管理unicode的那個組織 或者是說讓他把這些列入進去 所以那一天可能大家都在畫畫 畫出來什麼樣的icon書 或者是遊戲設計 就是說我們怎麼設計一些遊戲 像也有人在黑客松說想設計一層 所有或什麼讓大家更了解一些議題 其實不只是限於程式設計 其實各式各樣的做法都可以在黑客松實現 那參加一個黑客松其實可能建議的 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 因為其實黑客松是一個大家一起合作做事情的過程 所以可能會需要一些共筆工具 像一開始王熙有展示一個HackMD 那HackMD就是一個距離黑客松很常用力的工具 它 它是一個 就是 雖然王熙這邊秀出來 但是只有一個大家可以看到的東西 但是其實它可以登入 它可以編輯 我修一下 它可以編輯 而且也是可以同時幾十人 甚至上百人一起編輯都沒有問題的工具 所以 當你在就是黑客松的話提案前 你可以先寫一個你的提案共筆 然後說你想要做什麼東西 以及說你可能想要找什麼樣的人來幫忙 像這個HackMD就有三個模式 一個是編輯模式 一個是流感模式 然後一個也可以左右吃一個 然後你這邊馬上打 它右邊字就會變 而且這個是可以同時一堆人在編輯的 你先在編輯我的活動 對對對 所以這可以幫助到說大家可以 像很多人 有的人可能在做一些逐字稿 或者是做一些記錄的時候 也會拿這個工具 就是說大家 輪流交錯 有人打基礎 有人打偶數行 之類的 然後以及像Google Doc 可能也是大家都有的 那它也可以共同編輯 但是它可能要支援到很多人 就是同時要寫的話 可能那個最多十幾人 就已經可能很滿了之類的 那試算表工具也是一個 在做提案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 資料整理的一個工具 因為像剛剛提到說 有人要整理那個 亞洲的女權發展歷史的時候 就會拿試算表的工具 然後先定義好欄位 然後欄位可能有日期 然後發生國家 然後以及那個說明跟輔助連結 照片連結之類的 那當定義好這欄位後 大家就可以開始一起共筆 把這個試算表填完 然後或者Iray Table 是另外一個 有點類似Google試算表的功能 但它的功能是更強大的 然後以及其實白板手機 也是很不錯的工具 因為有時候你要討論 就是你的產品要長什麼樣子 或你這個東西要長什麼樣子 你的流程怎麼做 其實拿白板 然後上面畫 大家一起畫一起討論 最後用手機拍下來 再把照片傳到共筆上 這也是一個很常見的方法 好 那也期待就是大家能夠 在這一次的那個 轉移正義黑客之後 能夠一起很開心的一起配聽 好 謝謝 剛剛不知道大家有問題 還是 Running講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 就是常見的一個 黑客中的一個場景 就是一個人上來提案 然後提案的重點其實就是 只要跟大家講說 我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現在有一個什麼初步的講法 你可能用畫的 你就用簡單畫的 簡報也可以 或是直接用手畫的 我常常也看到 會有人用手畫的 就來討論 像剛剛Running有講 可能白板 然後手機拍一下 就跟大家說 我想要長這個樣子 對 然後我自己常談 我不會寫程式 我自己每次去GIV的黑客中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自己像 大家有看過那個哈利波特有沒有 我都覺得自己很像麻瓜 就是我什麼都不懂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就跟他們講說 我都覺得裡面跟一群巫師一樣 就跟他們說 我想要長這樣子 然後很多人就說 可以啦 然後砰 然後就砰砰出來 哇好恐怖喔 這樣子 那這樣就覺得很棒這樣 所以我就會進去裡面 貢獻我其他的行李 比如說 像我的專產粉絲 比如說專案管理啦 或寫文字啦 我可能就會進去裡面跟他們聊天 然後就跟他說 欸好啦好啦好啦 可以這樣子做吧 可以這樣子說 欸YES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他就不知不覺他們被我管理 然後他們也 我發現 GIV的工程師裡面實際上 滿多人欠缺管理 對 對嘛 他們就是有點沒有 對 有點漫無目的 然後有點飄來飄去 然後突然想到的時候 就很熱心的 狂坐了一個小時 然後做最很棒的東西 然後現在人就飄走了 所以那很需要把人 那一條線把他們抓回來 對 好那今天呢 今天呢 我們原則上的提案說明簡報 到這裡 就我們請了很多人的強者 來跟大家說明 到這裡 然後事實上呢 我也在這裡面 埋了一些強者 對 然後有一些工程師 來到這裡 然後有一些是其他領域的人 我剛剛有聽到有影像工作者等等 所以呢 現在呢 就要進入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候 對對對 我忘了說明 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忘了說 第一 今天呢 大家可能會看到有在錄影 跟有在拍照 那我先跟各位說明幾個 這個影視圈保護的問題 第一 影像我們 基本上錄影呢 我們沒有在錄大獎 我們只有錄前面的人 所以大家應該都不會錄近 然後這個錄影的部分 會放在網路上面 提供給大家 想要去進一步了解實體說明 會在幹嘛 然後要怎麼來參與這個黑客人 然後呢 剛剛有拍照 拍照基本上不會放在網路上面 那只是在作為內部的這個成果報告 跟要交點觸轉會的內容而已 OK 先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然後呢 現在呢 就到了緊張刺激的時刻 今天呢 呃 雖然有點超時 但現在我們距離時間結束 據說還有大概半小時的時間 這半小時的時間 就需要各位來做一件刺激的事情 這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桌上的每一個桌子 桌上前面都會有一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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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